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 北京的同学们提出了七个问题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解答 第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位居士患病 这个医生设施良性恶性的可能性过半 这就是还没有能够确定 他未了到新加坡 所以没有去住院 他如果在菩萨前发愿念百一大四神咒 并印了一千年百份 请问师父他印如何办 当时一时考虑不周 发了晕 现在他不知道是专念佛号呢 还是照发愿的去办 请师父为他指点 这个人生病 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说过多次 生病的原因 归纳起来不外乎 三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隐世 齐聚不当 古人所谓的病从口如 祸从口出 所以养生之道 对于隐世齐聚一定要注意 可以减少生理上的疾病 那么第二种呢 冤业病 冤家债主 找到身上来了 像诸位看这个三昧水餐 物达过斯 得点人面疮 这一类是属于冤业病 冤业病 医药没有办法治好 必须要调解 你的冤家债主 离开你了 你的病就好了 第三一类 业障病 自己 或是过去身中 或者是这一身 身中 造了许多不善意 这个比较麻烦 医药 没有用处 调解也没有用处 这种病呢 一定要真真诚忏悔 这个真诚忏悔 确实可以 让这个病苦 离开你 那么在新加坡 这些例子很多 实际上呢 在世界其他的地区 我们也常常听说 我们也常常听说 得到这些癌症 他有信心 认真地修学 不把这一种事情放在心上 这个病呢 自然就好了 你们看到 居士林的 李牧原居士 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在十年前 得到癌症 癌细胞 扩张到 这个内脏每个部分 医生告诉他的寿命 只有三个月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万元放下 到居士林去做义工 活一天 念一天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第二个杂念 这三个月过去了 没死 六个月过去了 人还很好 再去检查了 这个癌症没有了 所以这是 这个医生说 这是奇迹 你看他现在过了十几年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超出一般人 所以我也常讲 这个有病 医生把你的病治好 实际上 不是医生治好的 很多医生都同意我这个说法 是你的信心治好的你的病 你对于医生有信心 这个药物就很有效果 如果你对于这个医生怀疑不相信 再高明的医生都治不了你的病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静随心转 我们这个身体是静 是随心转 如果你心 常常觉得自己有病 没有病的人 一定会生病 为什么呢 一切法从心 想生 你天天想病 这病就来了 人天天想福 天天念福 怎么会生病 所以这是你发了这个事 发了这个愿 你念 百以神咒 也行 只要真诚先去念 就灵 是诚子灵 百以神咒 自古以来 有许多人说 这是假的不是真的 但是不管真假 只要你有诚心 他就有感应 所以念观音菩萨也好 念阿弥陀佛也好 要有坚定的信心 不要把病放在心上 这样就好 不要去想病 想福 想菩萨 想自己 要认真 依照佛佛 菩萨教诲 去修行 念百以大师 百以大师 是观世音菩萨 光念他的名号 念他这个神咒 能不能有效果呢 效果很薄弱 怎样才有效果呢 要效法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这个功德 无量无别 为什么呢 你已经变成观世音菩萨了 你已经不是凡夫了 这个效果才出现 所以我们学佛 要学得跟佛一模一样 要学成佛 这个很重要 不是天天念念就行了 念念没用处 一定要做到 我念到 我要做到 这是专反成圣 第二个问题 居士受了菩萨戒 但是家属不幸福 任意要吃荤 这个居士 为家庭主妇 还是要做 还是不要做 请问 师父这样是否 有损戒行 实际上 现在受戒是形式 你能不能得戒呢 大有问题 你受的这些戒 每一条戒 你是不是真的都懂得了 佛教这个第一条戒 不杀身 你懂得不杀身的道理吗 每一条戒里面都有教理 这个戒的理论 戒的修行方法 方法里面 每一条戒都有开街吃饭 这个传戒 是不是条条都给你讲清楚了 每一条讲清楚 都需要一两个小时 如果你受的是凡网戒 舍众四十八千 这个戒律讲清楚 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稀里糊涂去受了 行事上受了 什么都不懂 你怎么做法 我出学佛的时候 老师教诫我 那个时候是张家大使 他不注重行事 他注重设计 你能够做到一条 你就真的受了一条 你做不到 那不但是欺骗自己 也欺骗佛菩萨 一个好人 怎么能忍心做这种事情 进途中 祖师 欧耶大使 明目清楚的人 他说的很好 中国从南宋以后 就没有真正的比丘 所以比丘界 全部是真实的 欧耶大使说的 那么今天出家人 还要不要受戒呢 要 要受戒 受刑事 自己一定要晓得 只是一个形式 决定不能得戒 如果受了比丘界 自己以为自己是比丘 这是大妄 欧耶大使 给我们做了个示范 受了比丘界之后 退戒 一生自居上 我们看到很多著作 菩萨界上 因为菩萨界 跟这个沙米界 是可以自己 在佛菩萨面前 发愿受的 但是比丘界 一定要真正比丘传授 至少要五个比丘 没有真正比丘传授 比丘界是决定得不到的 所以这些常识 我们都要懂 所以不是搞一个形式 搞一个面子好看 我是菩萨了 你是菩萨 祝佛菩萨 不承认你是菩萨 护发鬼神 不承认你是菩萨 你还是枉然 菩萨界 你真正做到了 你没有去受这个形式 祝佛菩萨 承认你是菩萨 护发龙天 承认你是菩萨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菩萨 祝福菩萨 在家里面 可不可以 做这些荤菜 供养家人呢 可以 为什么呢 行菩萨道 救度这些众生 时间久了 他会感动 菩萨 借煞放生 还煞身 给我们吃 到最后 他良心发现 他会回头 所以真正 这菩萨 是要先度 你一家的众生 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善调 方便 你要让他感动 所以这是行菩萨道 这个里面 理很深 是很复杂 要认真去学习 才知道怎样做 是如法的 第三个问题 他说 在家人 极力反对的情况下 自己 毅然去 东天木山 这 是否 不够如法 如不如法呢 要看 当时的情况 你先要了解 家人反对 为的是什么 你把云荫 找到 然后把云荫 消除 你家里人 就不反对了 那么你到 东天木山 目的何在 有没有达到目的 有没有真正的收获 你如何把你的收获 带回去 让你全家人分享 让你全家人 得到发喜 这个以后 他就不会再反对你了 佛法 陀罗尼贝是个习俗 必须有真正的 修行人 出家 在家 多谢 真正 修行人 神咒的加持 这个亡人 能够减少痛苦 如果没有 真实修行人 加持 这个陀罗尼贝 现在都是印的 一印印几千张 几万张 你们想想 有什么用处 如果这个东西 有大用处 盖陀罗尼贝 就决定能往生了 试问问 我们为什么 还要这么辛苦修行 不必要了 什么坏事都可以干 死的时候 盖一张陀罗尼贝 就往生了 天下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不要被人欺骗 这个 风气 最近才有的 以往没有 我们在早年 学佛的时候 都没有这个风气 大概最近二三十年 这种风气 越来越浓厚了 总而言这一句话 自己要认真修持 认真却 陆离 我们看到 这个过去 近代 许多念佛的人 站着往生的 坐着往生的 欲知实至的 他们没有想到 什么陀罗尼贝 没想到 他们只想到一句佛号 真正念到一心不乱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心尽则佛土镜 这个话要记住 西方极乐世界 经上讲得很清楚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所以古大德 叫我们持戒念佛 持什么戒呢 能够把五戒十善 做好了 你就决定往生 五戒十善都没有 陀罗尼贝盖一万丈 被他压死了 下面一个问题 秦师傅开始怎样 才能把握住 我们随时都是心内求法 而不是心外求法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什么叫心内 什么叫心外 先要把这个辨别清楚 心外是什么呢 外面是五欲六成 你六根结粗啊 你就被他诱惑 那就是变成心外了 你心往外跑 听说这个法门也不错 那个法门也很好 你心里就没有主宰了 这是心外求法了 我心内 就是建立信心 愿心 我今天修净土法门 对于阿弥陀佛 对于无量寿金 对于阿弥陀金 决定神 决定神心 决不怀疑 我一生就依照这个经教来修学 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老老实实 依教奉行 别人说这个经好 那个论好 禅好密好 我都恭恭敬敬阿弥陀佛 我对他恭敬 我也不要听他 我也不要学他 我是老实念佛 你心有主宰呀 这叫内学 夜门深入 长时间的熏修 绝不改变 这就是心内 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了 那是标准的心外求法 结果呢 这一丝无尘 可是学佛最重要的 你要晓得学什么 观经里面讲的三福是基础 是根本 享养父母 奉仕四掌 慈心不傻 修实善业 这是根 最低限度 要把这四句落实 我们念佛求生 净土 才有指望 才能相应 如果这个四句没有 你做再多的好事 都是这样的 都不相应 所以敬业三福 不但是修净土 无论修哪个法门 佛讲得很清楚 这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由此可止 我们的心形 与三福相应 这是正法 这是有根有本 与三业相违背 没有根没有本 不管修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学佛的人 一定要懂得孝亲认识 父母不在了 要常常纪念 自己好好的修行 这就是报父母 四长之恩 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四长 第六个问题 听你讲 摩也能让人做善事 和开智慧 那摩也能加持念佛人吗 摩确实 能教人做善事 摩也有神通 也帮助你开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正慧 是协慧 换一句话说 你做坏事情 那个智慧很高 犯法 法律都找不到麻烦 都没有办法抓住你的 你非常聪明 非常高明 摩的力量加持 你也能够做 许许多多的善事 摩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 无论做多少善事 好处立业是归自己 这就是摩 佛教人做善事 好处立业 统统贡献给众生 差别就在这里 摩没有放弃自私自利 与自己没有利益的 他不会做 佛是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是非人物 没有贪嗔痴慢 你记住 摩跟佛的差别在此地 摩有贪嗔痴慢 你得罪他 他不会饶过你 他会报复你 佛你得罪他 他不会报复你 差别在这个地方 后面有最后一个问题 在家居士为出家师父祝恋 当发现不具备往生条件 又没有在何人 开世时 在家居士 此时能否 向出家师父讲 要万元放下 坚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要一心念弥陀圣号 这种做法如法不如法 是非常非常的如法 出家人 在家祝念的时候 也要提醒他 你能够提醒他 你就是佛菩萨 你真的帮助他一把 这个时候是关键的事 只要看到 他这个意志精神不能集中 这个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 出家这个形象就吓到了 那你是对佛法是一窍不通 这个佛法 你看哪个经典都给你讲的 佛法是平等法 礼仪上平等 寺上也平等 四中同修要互相帮忙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这是乱世 出家人也很辛苦 也很可怜 虽然出家了 是不是真正有机会 听到正法 了解正法 修持正法 都是有许多问号存在 所以我们 见到 有这个机缘 一定要帮助 决定没有疑惑 这样就好 诸位同修 大家好 这个地方 有附顶的同修 他提了一个问题 问这个皈依的事情 皈依的设置 比刑事重要 在刑事上 只要是出家人 给你做一个证明 做一个仪式 都可以 因为你是皈依三宝 不是皈依一个法司 这个观念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如果是皈依一个法司 你就错了 这个观念 是有很大的过失 说的不好听的话 很重的罪过 什么罪过呢 在佛经上讲的 破获获胜 你把僧团破坏了 僧团的制度毁掉了 所以这个罪过 你要是照经典上讲的 多阿比低 你不皈依没有事情 皈依反而搞到 搞这么大的罪过 皈依三宝 你是三宝弟子 三宝是佛伐僧 僧是近虚空变伐界的出家人 都是僧 你怎么能归一个人 所以这是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 一定要懂得 三归真正的意义 这一桩事情 禅宗六族会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讲的好 我们从谈经上 他老人家的开始 就知道 皈依这个观念 发生了偏差 产生错误 大概在唐朝时候 就已经有了 否则的话 他讲三归一 他就不可能讲 归一觉 归一正 归一进 他在讲三归 他是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好 让我们一听 不至于产生误会 佛是觉悟的意思 法是正知正经 生 就是六根清净 一成不染 归是什么意思 归是回头 意识依靠 我们从一切错误的地方 回过头来 依靠正确的 这个叫归一 我们从迷惑颠倒 回过头来 要以觉悟 这叫归一佛 佛是觉悟 佛代表觉悟 我能够对人 对事 对无 聚而不迷 这个叫真正归一佛了 我对人 对事 对无 我的思想 见解 纯正 没有错误 这叫归一佛 所以归一佛 是从错误的思想 见解 回过头来 以正确的 思想见解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在三归一里面 这一条最重要 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晓得 我想错了 我看错了 我说错了 标准是经典 所以说 所以说 凡是依照我自己的意思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我的做法 就错了 就错了 所以造业 那么把自己 成见 自己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放弃 从这里 回过头来 随顺 经典的教诲 这叫规法 佛在经上 教我们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教我不可以做 我就不做 所以这是个标准 三归一 这是标准 归一身 身是清净的意思 是和睦的意思 身修六和尽 我们跟人相处不和 要从不和回过头来 跟大家和睦 这叫鬼子 我们的心不清净 六根借出外面 六尘境界 心里其贪嗔痴慢 这个不清净 从这个不清净 回过头来 以清净性 除世代人皆无 不齐贪嗔痴慢 那用什么心呢 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心 这叫归一身 不是归一某一个人 所以你在寿三归的时候 给你做仪式的这个法师 应当把三归一的道理 给你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你真正懂了 他给你做这个仪式 而不是归一这个人 归一这个人 你归一这个法师 他归一那个法师 这是我的师父 那个不是我的师父 你不就制造党派了吗 你不就是在风化僧团了吗 僧团本来是活活的 活进的僧团 你在里面树立党派 让僧团不活 僧团不活 这个罪业 这个罪业就是阿比蒂 无利罪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处福生学 破活活生 所以一归一 就破活活生 你不归一 不造这个重罪 一归一 就造这个重罪 所以三归 要讲清楚 要讲明白 不可以糊里糊涂去做 皈依 受戒 出家梯度的这个师父 都不重要 这个等于是 我们学佛 他是我们的介绍人 我们也很感恩他介绍 我们自己修学 将来有没有成就 是我们亲近的 教导我们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重要 这个老师 在我们佛家讲 这个是传法的老师 我们是他的传法的弟子 在佛家讲 法子 法子 这个尊归了 你修行正国 得道是从他而来 他不是你的提督师 他也不是你的归一师 但是他成就 你的道义 从他的成就 所以法子 关系 比这个 梯度传界的关系 要亲密 很多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关于三归一的意思的讲解 我们有三个录像带 录音带 录像带 还有一本小册子 这些东西 你们都可以多带一些回去 不管是哪一个法师 给你主持三归 你看看懂得就行了 就可以了 你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受三归也行 受三归无界都可以 自己发愿 依照这个道理 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你都是三宝弟子 真正发心的 所以自己在佛菩萨面前 这个发愿 受三归都可以得到的 那你们要证明呢 我可以给你做证明 你们只要真正听清楚了 搞明白了 三归的意思 懂得了 我可以给你做证明 那么这边这个归一阵呢 你都可以带回去 带回去 你自己填写名字 最重要是要真正 搞清楚 搞明白 无界 也可以在佛菩萨形象 面前发愿求受 我们现在用的诗词 非常简单 这是采取宏叶大使的交接 这是近代对于律学 很有研究的一位大德 他告诉我们 这个诗词 是世尊当年在世 给在家弟子 受三归的诗词 宏叶大使 劝我们采用 我们觉得 他这个简单 隆重 也很方便 我们就采取 这个诗词 那么受无界法 也是宏叶大使 从戒律里面 揭露出来的 简单而要 我们法院 法院呢 就是院是誓院 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求佛菩萨 给我们做证明 从今而后 以佛菩萨的教诫 去学习 在哪里学习呢 在生活当中学习 工作里面学习 与一切人物 接触当中学习 这个学习 最重要的 放弃自己的成见 遵守 经典里面的教语 你是真的 规矣了 真正回头 真正有了 依靠 这样 规矣的人 那佛在经上讲 那佛在经上讲 日夜 有三十六位 护法神 保佑你 所以你要珍贵 你真的回头了 真的 一教奉行 这个人 当然得 祝福 护念 当然得 一切 天龙 善神的 保佑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世间 这样的善人 太少了 太稀有了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 佛门里面 不但是在家同修 连出家同修 几个人 真的回头了 几个人 真的依靠 佛菩萨教会 稀有啊 所以真正有几个人 发心 那是祝福菩萨的宝贝 这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能想到的 真正做佛的弟子 一切祝福如来忽念 你假佛弟子 佛就不忽念了 善神跟你就远离了 那么在你周边 围绕是说 围绕是悟母 妖母鬼怪 邪神 他围绕在你身边 我们要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所以大家懂得了 这是哪一个法师 来给你做仪式 没有关系 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要懂得 这个归界的道理 这个地方提到 我平常教人 受持一部经 一句佛号 这是针对我们现前 大众根性而说的 人贵自知 自己也晓得自己 自己不是上根立志 第一个 思想混乱 意志不能集中 这是我们的致命杀 修学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于是我们会想到 有很多老太婆 老阿公 她也不认识字 什么都不懂 叫她念一句阿弥陀佛 她就老是念 念了几年 人家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欲知识知 我们要学她了 她是我们的好老师 你问她佛法 她一窍不通 你问她什么叫 发菩提心 她给你摇头 她不知道 一句佛号 她就真的往生 万云放下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要学这种人 学上知 没有能力 人家是一文千物 看再多的东西 听再多的东西 她心清静 她心里没有妄想 我们社里多了 妄想就多了 把我们的道心毁掉了 道心是什么 道心是清净心 平等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慈悲 是道心 看多了 接触多了 心就乱了 一天都晚 胡思乱想 佛在这个境上受油 那个境上受空 到底是有是空 就大妄想 上个人呢 听佛讲空 听佛讲油 他一念不生 他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个可以 那个人可以广学多文 他是开真实智慧 他不大妄想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太严重了 那怎么办呢 一不经好 一不经好 我一天都晚想着 就这一种事情 没有第二个想法 所以就是境中 五经一论 最好我们也选一种 选哪一种呢 哪一种都可以 你喜欢选哪一种 你就选哪一种 一生当中就念一步 就念着一句佛号 保证你往生 你要是涉猎多了的话 你这一生往生 未必 可靠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机会 很难遇到 开经济上讲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话是真的 乾隆年代 彭基千居士说 无量界中 稀有之一日 这个话都是真的 不使容易遇到的 遇到之后 只要我们肯相信 肯死心他地 我们就成功了 决定不要涉猎很多 人家问我这个 问我那个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丢人 不能往生 搞六道轮回 那真叫丢人哪 人家问我 我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除这个之外 我什么都不知道 细细想想 这个人是大智慧 这个人 这一生当中 决定有真实的成就 试出世间法 统统放下 我常常 讲经这样教人 你要广学多文 好 到极乐世界 再去广学多文 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 我把广学多文 我把广学多文放下 所以四红试愿 我常常讲 我们现在 这抓紧 前面两人 一定要罚 众生无边试愿度 一定要做 烦恼无尽试愿断 念佛就断烦恼了 身心世界 事出事乏 统统放下了 心清净了 烦恼就没有了 这样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你再去搞 法门无量试愿学 那没有关系 你真的有依靠了 你依靠阿弥陀佛 你得到佛亲自的教诲 你就学无量法门 所以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这个两句 到极乐世界再搞 我们此地搞不得 此地如果你搞 法门无量试愿学 那就坏了 法门是学了不少 初步聊三界 我们过去生中 错了 就错在这 希望这一生 不再错了 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就 决定不可以错过 那么你们同学 今天到此地来 你把我这个话听懂了 你明白了 你能记住了 能够照做 你就很有福报了 你这次到新加坡 就明白了 如果行 无量寿经太长 阿弥陀经好 阿弥陀经不长 你每天 你每天 早晚 念一遍阿弥陀经 然后接着就念佛号 佛号 早晚 早晚扩宋的时候 专心地去吃米 如果你家庭工作很忙 你念一千声 可以 再忙呢 念一百声 这是念珠一串 念珠一串 一百零八声 那多好 一堂扩不缺 早扩晚扩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平常呢 散念 想起来 就念 所以念珠啊 放在手上 这是什么用处呢 提醒念佛的 看到念珠 就想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散念呢 念得越多越好 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一定要放下 不要去想他 也不要去说他 你去想他 你就说他 都叫造业 想他 一业 说他是口业 为什么不念佛 要去造业呢 所以古德教人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生佛 达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后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希望我们同学们 共同勉励 今天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